您好 欢迎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周景瑜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头条焦点 又有登山队受困 8月上旬的连日豪大雨 造成南投县仁爱乡五届林道 4.5公里处严重崩塌 领馆处已经公告 无法通行 但是21号依旧有11人登山队 疑似没有看到公告 依旧是前往登山 结果这群人在下山的时候 受困在崩塌点 只好对外救援 救难月抵达现场时 营救的过程也相当惊险 对对 顺着这个墙壁走 一行人走在断圆残壁上 双手并用 小心翼翼扶着山壁缓慢前行 就怕登山客一个不小心会发生意外 赶来救援的远警隔空指导 要如何从对象攀爬过来 身体靠内侧 中心靠里面 由于上方土石崩塌 碎石滑落 砸毁下方通行道路 把林道摧毁的面目全非 根本无法通行 8月上旬的连日豪大雨 导致南投县仁爱乡 物界领导4.5公里处严重崩塌 不过南投领馆处明明已经公告 这个路段无法通行 却还是有10亿人前往登山 登山队这个月21号 从仁爱乡秦爱村万大领导进入 划6天的时间攀登 甘卓万山等殖民百岳 26号由法治村五届领导下山 当天下午队伍与接驳车抵达时 才发现崩塌灾害太大 难以通过 只好对外求援 南投领馆处表示 4.5公里处崩塌灾害讯息 已经公布在官网上 等待天后许可与山比比较稳定之后 台电将派员进行抢修 呼吁民众现阶段不要前往 记得郑如成 南投报道